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800年了 因为在800多年前 天鹅曾经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 普查当天的任务主要是为天鹅称体重 测量增长率 检查它们的绘 看它们身上是否有被鱼钩刮伤等 此外 普查员还在每一只天鹅带上编号绞环 据见上每年的天鹅普查至少会持续5天 普查员会乘船在泰晤士河上 巡视120多公里的一段水路 据去年的统计 泰晤士河有1200只成年天鹅 120只小天鹅 由于保护措施加强 预计今年数目还会增加 不过这些天鹅仍然面临被射杀 以及环境污染等危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丑蒙丑蒙的八哥犬 是不少爱犬人士的心头号 目前一大群八哥犬和混血八哥犬 盛装半量 齐聚英国索尔福德市 庆祝它们的专属节日八哥节 在八哥节上除了斗美 活动主办方还设置了 猎犬能力竞赛环节 如果你是八哥粉 可以去专门的展台拥抱 或亲吻你心仪的汪星人 据介绍八哥节为英国地方 和国家权类慈善事业提供支持 英国已有多个城市 举办过这一活动 预计今年会有约2000人参加八哥节 活动主办方表示 虽然活动中苟多 但是清理它们的排泄物 不会成为问题 活动的参与者会负责清理 而且活动会场做足了 充足准备 设置了垃圾箱和收集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奉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器人 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 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收看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